- 國立台灣美術館 U108 Space 即日起推出全新影像互動式展覽 殘骸其身跨越雙翔 由電子音樂製作人鄭各君 與視覺藝術家邱志群共同製作 將集聚特色的傳統廟會風格 結合集系音樂及聲響互動的探索 呈現在本次創作展演當中 打造一處既復古又具未來感的 虛擬儀式場域 現在這個場景是屬於 就是打鬼了他的遊戲裡面的地藏廟 那他代表就是一個人的一個陽間的慾望 然後他之後會變成一個陰間的一個場景 那他就是會我就用這兩個場景來做一個對比 然後讓人家影射一個精神狀態的一個表面跟內心上的現實 藝術家邱志群說明 展覽現場是透過偵測距離可達10公尺 270度的傳感器偵測觀眾腳部位置與動作 即時觸發鼓琴、通鼓、揚琴等不同樂器的聲響與音階 讓觀眾與藝術家一起完成創作 閉幕時也將安排即時音像演出 那包含這次的影像 我也有做一些視覺的視線引導 那他有時候會配合呈現在U108這個空間裡面 那我有時候會在牆面上 有時候會在地面上 他有不同的視覺引導 然後配合觀眾的互動 然後可以讓大家可以盡情去享受這個空間的玩樂 將台灣文化符號融入新媒體動態與影像設計當中相當獨特 歡迎民眾帶著親朋好友來參觀體驗 感受身體穿梭於賽博宮廟之中的奇妙沉浸式體驗 展覽期間從即日起到9月10號為止 以上新聞由正成電台記者黃新凱、林恩宇 在台中市的採訪報導 上心的時候有我陪伴你 歡笑的時候與你同行 關心你的點點滴滴 整身廣播電台 在台中市的採訪